下面咱们继续讲什么 刚刚我在写这个程序的时候 因为是一次性就写完了 但是不见得咱们大家在以后去开发的时候 也会一次性就写完这个程序 这个没错吧 一个程序需要经过很多次测试 一点点改一点点改 最重的才成为一个程序的 因为这个代码的比较少 所以说我就一次性执行成功了 那么我只是摸一下一个现象 看着我VIM01我打开这个代码 就是咱们刚写那个 我一点都没变 还是用了7890单口 我接下来看着我接下来来一件事情 Python301我再运营起来 7890单口 来我打开浏览器 然后我再去刷新一下的 我刚删东西了吗 刚刚没有数据了呢 哈哈 没有哈哈 这有吗 刚刚数据怎么7890单口 没有了呢 七二二三二七八九零 走 咱们当前这个数据是不是也能看见了吧 那么假如说我的程序有点小bug 我就把它Ctrl C了 假如说我又摸一下我解了 我在特殊车这个bug还有没有 我隐移行的时候 看一下现场 address already in use 端口已经被赞用了 说得直白一点 然后就是你刚刚的服务器 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 你把它关了 然后你家在开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但是呢 其实咱们之前那时候呢 即使是服务器 有的时候也不会有这个现象 但有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了 那么最低了 接下来要说一个东西 面试题基本上回避考虑一个点 叫做TCP的三次挥手和 三次挥手和四次 三次握手和四次挥手 你不是原来一直在讲TCP稳定 UDP不稳定吗 你不是说TCP是面向链接 TCP是面向无链接的吗 你不是说拿了个TCP当作电话的模型 你不是拿了个写信当作UDP的模型吗 那么TCP意味着什么呢 当你的收发双方在去通信之前 咱们先回忆一下 假如说这是C 这是F就是一个client的服务器 就是客户端服务器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 假如说咱们是用的UDP 同学们还记得什么 它的一个特点什么 我发过去数据 请问它到底收到还是没收到 我知道吗 不知道TCP是怎么了 TCP的一大特点 你要注意了 它操作系统底层和你的操作系统底层之间 进行打招呼 说我收到了 听懂了吧 这其实是最核心点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不一样的 还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你UDP直接发送 TCP在发送这个数据之前 其实是有一个东西需要先发的 叫TCP的三次握手 看上 TCP啊 它在去发这个海漏 假如说这个是海漏 它想把这个海漏数据来发过去 它在发之前 先里建立链接 咱们不是说了先里connect的链接吧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怎么办呢 第一步 我换个颜色 换个颜色 先发一个东西 告诉服务器说 客户端要链接它 就这么说吧 今晚有空吗 他说有空啊 你来吗 今晚去 你懂我意思了吧 你什么时候去 你至于另了什么东西去 那就随你了 你懂我意思了 那么这就是三次握手 蓝颜色的箭头 过去过来过去 三个三次握手 它是怎么实践的呢 是吧 第一步 他发了一个东西 就说对于成绩人 他是怎么知道 他们建立握手的呢 其实建立握手是干什么了 就准备一些资源 就说 我先发过去一个数据 是第一步啊 我用序号123来标记啊 123 那么在发序号1的时候 实际上的客户端的目的 是告诉服务器 让服务器准备好资源 你听懂了吧 那么服务器回了个东西的2 是告诉客户端 服务器准备好了 客户端也得准备好 你不是面向链接吗 你也得准备好资源 我也准备好资源 这就叫面向链接 三次握手就只有 用来干这个事情了 那么对于程序实现的过程当中 咱们也没有实现它 实际上你做了 客户端先掉什么东西 先掉用connect 还有印象吗 你的客户端去调用connect 连接服务器的时候 实际上我说了 connect实际上是堵塞的 堵塞的什么时候为止呢 三次握手成功为止 那么也是connect的末日是堵塞的 如果连接服务器失败 connect是连不上的 连不上你根本发不了Hello 那么也就是说呢 当你的客户端去调用connect的时候 你的客户端里边 导致了套户系统底腾 自己去发这个数据报 那么数据报的目的 来过去过来再过去 三次一共就要散通 握手 那对于收发双方 他又不在一个电脑上 他怎么知道对方已经准备好了 怎么约定这个事情呢 简单来说通话 他在发1的这个包里边 他写一个值 这个值呢 他先准备好 比如说这个值 如果只讲说这个值呢 是11 他发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11这个值呢 他放到这个数据包里面发送 那么这个规定是什么呢 如果11这个值从这边发到这边去了之后 这边呢 需要把这个值加1变成12 再发过去 那么请问 我发的是一个值 只要我将来收到的这个值是比我上一个发的值加1 请问 是不是双方已经能够通信了吧 否则的话出现这个可能性的概率是相当小呀 你怎么知道我是发1000万还是发几千亿 你不知道呀 但是我只要不管发哪一个值 你只要把这个值再加1发过来 请问对于客户端在方而言 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服务器已经准备好了资源了吧 对吧 那么此时 当你的2这个数据包 就是过来的这个2 客户端收到之后 Connect截斗 能理解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你的Connect实现的过程当中 到当你去调用Connect的时候 实际上呢 他就发送了这个包 然后这个包呢 就来来回回这么过去 当Connect截斗则的时候 其实意味着三次握手 这个数据已经过来了 那么当你的客户端收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你的客户端会立马再给服务器发个消息 那么给服务器发的这个消息是什么呢 咱们打个比方 来我问一个问题 客户端想要知道服务器准备好 他的实现方式是 你发一个值 你把这个值加1 没错吧 到现在为止服务器准备好了 但是服务器怎么知道客户端也真正的准备好了呢 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的 你们看着啊 理论讲应该是这样 书发双方 我先发一个值过去 你把这个值加1发过来 请问我发的是11 你要发过来是12的话 没问题 发过来是12的话 没问题吧 12两次了 对于C而言 此时服务器是不是已经相当于准备好了资源了 那么服务器怎么知道客户端准备好了资源了 那么按照刚刚这个思想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应该是服务器给他发一个值 他把这个值加1 请问同学们 按理说是不是这样的 没错吧 那么一说 我应该发一个值 我发这个44 你把这个值变成大1 再回过来 请问对于服务器而言 是不是他就知道客户端是不是也准备好了 我发过去你加1 你发过来我加1 请问 你知道我准备好了 我也知道你准备好了 是不是来来回回 这样四次 是不是还能够让 收发双方是不是真正的准备好资源 准备好资源之后 接下来还能够实现 你的客户端 发一个hello 你的服务器 套作器从底层会悄悄的告诉人家收到了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这就实现了 接下来保证了收发数据 不会丢出数据包 什么丢失重船呀 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实现了 那么如果按照我刚刚给大家讲解这个过程 请问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是不是四个吧 那为什么是三个呢 当咱们用户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 请问说 你是不是目的只有一个 想尽快的看到网站啊 你不会关心他这个三次过去 你的目的只有一个 想让他快一点 怎么样 是不是这就成了这个问题啊 能减少的次数 是不是最好 是不是减少减少了吧 那么最终是怎么着呢 我把12和44的这个数据 合到一个里面去 那么我既发一个22 表示的是给你的值 我又发一个44 表示是给你的一个新的值 让你加1的那个 可以吧 通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来来回回过去 是因为一共就三次解决了吧 目的只有一个提高传输的效率 节省时间 你就让用户感觉到爽 就可以了 我打开百度 一眨眼功夫就打开了 相当爽 我打开个谷歌 三分钟还打不开 你就 是吧 问候他全家了 就给你找理吧 所以说懂吗 能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关键点 我怎么标记 你这个哪一个包 是哪一个包呢 你看 你回来了 你过来了一个这个包 你也过来了一个这个包 那我咋知道 你是确认的这个值呢 还是你是请求的这个值呢 请问候们 是不是咱们得找一点东西 除了有数据之外 是不是还得来标记 这个数据 是第一次过来的 还是第三次过来的 你说是吧 所以说呢 他找了个东西来标记 SYN 来标记这个数据类型 就说SYN来标记请求的第一次 那么回过去的这个值呢 他前面二点说就有个ACK ACK呢 一般就叫做应答 SYN呢 一般就叫做请求 听懂意思了吧 我请求的是11 你ACK的是22 没问题 那么既然这个包里面 既有12 也有44 我怎么表示44是SYN的 这个是请求的 而不是应答的呢 前面写什么了 SYN 能理解释了吧 也就是说 此时的这个包 既是ACK的类型 又是SYN的类型 那么当你回过去的这个包 请问什么 应该是什么类型 ACK 没问题吧 那么来回来回 请问是不是这就是三次 我说啊 保证了收发双方 在收数据发数据之前 准备好位 只有这么一个 这就是来回来回的三次 那么如果你链接成功之后 你想通信 那么你就发 对方就确认 你发对方也确认 一定是这个过程 那么说一下问题 随着我接下来的业务的结束 我不想通信了 我要想关闭 我怎么办啊 啊 关闭怎么办 是吧 那么就例的 我不想通信了 谁先关呢 一般情况下 客户端先关 客户端 给服务器说 拜拜 我不和你聊天了 我不和你玩了 拜拜就拜拜 拉倒 是吧 你不和我再走一个嘛 然后 就说 你听好了 我也不和你玩了 然后说 行啊 你不和我那也拉倒了 一共的过去 过来一共就四次 那为什么他来来回回四次了 咱们说了套截字 它是全双功的 还有影响吗 全双功的言外之意就是 同时可以收发数据 一点影响都没有 没错吧 我通过多任务 通过进程 现成也罢 反正我能实现 同一个套截字 收发数据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也就说 套截字是全双功的 有两个通道 一个是收的 一个是发的 那么你将来去关的时候 必须在两个全关 才真正的关闭 好了 同学这一天 当你的客户端 不想给你的服务器 发数据的时候 你的客户端 一定会调用一个东西 调用什么呢 什么什么什么 第二 可闹的 请问 没错吧 你三次握手的时候 调用了 connect 你四次揮手的开始 是因为你调了close 当你一调close 你的操作系统底层 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它会自动发一个数据包 这个数据包的目的 只有一个 告诉对方 你不会再给对方 发数据了 结束了 客户端 客户端 告诉服务器 不会再给服务器 服务器发送任何数据啊 发送任何数据啊 好了 这句话的意思就它了 这么说理解了吧 我写个序话吧 这个地方 就是一 一的含义 就它 好了 那么你不是说 TCP 它是稳定的吗 那么当 客户端 发了一个 一这个数据包过来之后 我怎么知道 对方已经成功的收到了呢 对方会悄悄的告诉你 收到了 能理解为止了吧 也就是说 你到现在为止 已经成功的告诉了服务器 你不会再给服务器发东西了 不会发的东西是 应用程序 不会再发 不是说 操作系统底层不发了 也就是说 我的应用程序 它不会再给你 剩的了 听懂意思吧 也就是告诉我的 这个程序 我不会再给你 我剩的了 那么 全双功 请问同学们 到现在为止 客户端关了几个通道了呢 一个 对 还有一个收 是不是没有关吧 我不发了 但是我还可以收呀 那么这个时候 同学们 你不发了 意味着 是不是客户端将来 不用再收了吧 那么当你的操作系统底层 收到一这个数据包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的操作 告诉你的应用程序 renewsocket.receive 前面咱们一般应用程序 什么都会卡在这个位置啊 当你的操作系统底层 收到了一这个数据包之后 你的操作系统底层 就会告诉你的应用程序 你别在这傻乎乎的等了 人家说了 不给你发了 你要等什么等 你懂我 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同学们 咱们原来说过了 客户端 我怎么知道 它关了 是不是咱们根据区分 receive 解锁色并且receive是没有数据 是不是来区分客户端已经关了吧 我怎么实现的呢 当你的对方掉了close的时候 操作系统 就是自己的这个 口袋的操作系统 会自己发一个包过来 发一个包过来 咱们的服务器在发了 这个操作系统 就会收到一个数据包 收到数据包了之后 立马通知你的应用程序 你不会在这个地方躲了 听懂了吗 而且没有任何数据 这就是产生的一个原因 对方一定要close 我收到这个数据包之后 我就让我的应用程序 做这些事情 听懂了吗 一般的情况是 咱们receive 咱们是怎么写的 一般都没写 receive data 那么接下来 咱们一般的方式是 如果有数据 如果要是没有数据 请问同学们 咱们一般会干什么 大家记得吧 newsocket.cloud 请问客户端都关了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关了吗 那么大家看看流程 客户端刚刚告诉我 他不给我发了 我的操作系统 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给对方回一个 咱们收到了 对吧 理想往来 他们给对方收到了 第二个 通知咱们的应用程序 receive截图上 当咱们的receive截图上的时候 咱们的应用程序 从这个位置继续下走 下走 不满多 此时是不是这个条件 是不是成立了吧 这个条件一成立 请问同学意味着什么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执行 newsocket的close呀 当我执行他的时候 意味着啥 对 对方一掉close 导致了 1 这个数据 当我去掉close的时候 请问是否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开始了吧 我一掉close 我就告诉了对方 我也不会给你发了 请问同学 咱们站在客户端的脚装脚 他这边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收 一个是发 发数据 来同学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对这个客户端一掉close 哪一个关 发关了吧 关闭发 当我关了发之后 但是全双功的一含义是 我可以收 你懂了意思了吗 那么当对方因为 你close了 对方就会这个接赌 这个对方接赌之后 对方是不是也掉close吧 那么导致的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会收到 一个这样的数据包了吧 那么我收到数据包 请问意味着什么呢 对方不会再给我发数据 听到我想说什么了吧 我如果要是收到二这个数据 对于这方 对于客户端一 如果收到二这个数据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 接下来要关闭 是不是接收的这个通道 那么到现在为止 请问全双功收发 是不是都关了呀 那么我刚刚收到 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关闭的是谁 关闭啊 接收 当我掉用close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关闭发送啊 请问这个时候 对于收发双方而言 是不是收发这个功能 都关了吧 那么来来回回 一共就是失败 好 那么 我这个数据包过去 告诉对方我要关 对方把接收关了 我关的是发送 当对方也因为某件事情 掉了close 他把发送关了 我收到之后 我把接收关了 请问是不是收发 全部都关闭了吧 为了告诉对方 咱们已经成功的 收了这个数据包 我给对方回一个消息 我说我收到了 请问他们 是不是来来回回 是不是一共有四次啊 那我产生了个问题 你的三次握手 明明是四次 可以改成三次 没问题吧 但为什么 你的四次揮手 还真的是四个 而不是三个呢 为什么 什么 我发这一次的前提是什么 我发这个包的前提是什么 close被调用吗 我发这个包的目的是什么 给对方回应 我收到了 你就算是个道理吧 对方告诉我了一件事情 对方不会给我发数据 我的应用程序会截走上 没问题吧 如果我的应用程序 接下来我 假如说我就舔了心 我不掉close 请问是否意味着 我接下来这句话 是不是永远不会发动啊 你说对吧 那么将来 有很尴尬的问题 如果你不掉close 你这句话不发 你这句话不发的话 请问咱们这个确认包 到底发还是不发 百分之百 是不是告诉人家 咱们已经收到了 这个数据了吧 因此这就很尴尬了 如果咱们收到了 一个对方的数据 咱们是想 这个目的是 把确认数据 和发动的这个 关闭数据 是不是合在一起发呀 但是你不能保证 你的程序里边 一定掉close呀 我有可能延时个五秒 可不可以呀 那都可以呀 那么对于这种的情况下 你将来合在一起的话 请问 是不是对方 为了接收到这个应答包 请问是不是等了很长时间啊 这就不对了 因此他翻成了两次 这个数据包 只用来确认我收到了 这个数据包 是单独告诉你 我也不给你发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不合起来的原因 听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说呢 为了通信 有三次红颜色的 这叫三次握手 为了结束通信 我得双方释放资源 他们最挑 三次握手的过程 就是双方都在准备资源 四次揮手的过程 就是让双方 把准备的资源给大家释放了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这就关系到一个问题 这就关系到一个问题 是不是有一个资源 是不是一定会释放呀 那么为什么一般情况下 咱们将来都会让客户端先调可乐的 而服务器先不调可乐的呢 只是有原因的 他们最挑 看着啊 当前这个图能听懂了吧 当前这个图能听懂了啊 我接着说一下 一般情况下 客户端先调可乐的 而不是服务器先调可乐的 为什么 嘴挑 TGP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一般收到一个数据 接触方会给对方回应个消息 没错吧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我把这个数据发过去之后 我怎么知道已经对方收到了呢 对方给我回一个 可以吧 服务器给客户端发了一个消息 服务器怎么知道这个 服务器怎么知道客户端已经收到了 客户端回一个 那么我就产出这个问题 客户端 他咋知道这个数据包过去了呢 难道不是吗 今天晚上来我家吧 行了 请问 对于那方他发了那个行 你怎么知道已经过来了 你问我 东哥今晚有空吗 咱们去吃个饭 我说行了 我怎么知道这个行 你已经收到了 怎么办 一般情况都是这样 你上一个深处的场景 咱们再去发短信的时候 一般都这样吧 前面是内容 前面是任务 发了之后 接收到请回复 请问是这么个消息了吧 如果你要是给我回下了 是不是请问 一定能保证这个数据 是不是你收到了 即使我用短信发过去之后 如果你不给我回 我有两种猜测 第一种 你不打理我 第二种 你没收到 可能出现吧 都可能出现呀 你作为TCP数据 保证稳定传说 你怎么保证这个过去 怎么保证呢 你怎么样吧 要是对方收到了 给他们回个确认 可以吧 可以啊 那么我就站在 伏机角度上 你怎么知道这个过去 他不也得回个确认吗 他也得回个确认 那么请问你 这种方式 是不是一定是个死循环 你这个方式绝对解不了呀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会怎么过呢 他是这样的 谁先掉的最后一次claw 谁在这个地方呢 等待一段时间 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超时时间 举个例子 我只是假如说 比方说 超时时间 有可能是四秒钟 可以吧 秒是两个平 秒是两个平 比方说 我等待超时时间四秒钟 这个时间到底是几秒 不确定 不确定 我是假如 假如 假如是四秒 来到吗 我发了这个包 过去了 假如说 对方没收到 请问 对方是不是就不会发这个 我等待一段时间 请问我收到他的确认了吗 没有 没有怎么办 没有 再重发一遍 你听清楚 我想说这么一遍了吧 我就来回重发 来回重发 来回重发 我发个三十次 你一直都不理我 是不是我就说明 是不是有可能 对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吧 那么接下来 再按照对方的问题 再去解决 好什么 这就叫超时时间 第一种方式 服务器发过来数据 客户端真的没收到 第二种方式 客户端收到了 但是客户端回的这个 因为网络问题 对方没有收到 请问会怎么的呢 只要你服务器没有收到 请问你只要一超时 是不是接下来 你的服务器 是不是一定会再发一份了吧 请问他吗 那么接下来按理说 如果真的没有收到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我会再过来 是吧 那么这就很尴尬的问题 就在这 我客户端明明收到了这次数据包 我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数据 是不是给它传过去了 咱们假如说这个数据包在网上传输 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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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假如说最慢 那么一个数据包在网上最慢 一般会有多长呢 一般就是一到两分钟 就是我把这个数据包呢 一到两分钟之后 我就考虑最长时间去了 我就考虑两分钟行了吧 这个包两分钟过去 这种可以了吧 请问他们可以吧 我就保证了 有个问题 我如果说这个包要是没传过去 那么会导致服务器过一段时间 是不是还会再发一遍吧 那么服务器再发一遍的时候 反而我在第一次的时候 就把资源给它释放了 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那么所以说 当你的客户端收到了这次请求的时候 他不是把确认包给人毁过去了吗 他为了保证 假如说对方因为特殊问题 没有收到我这个包 请问这个包什么时间到来 是不是在这个时间是不是到来了 请问你是不是应该是从 你收到这个包 follow这个包之后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等待一段时间 你说没错吧 等待这个时间的目的是什么 等待这个时间的目的是什么 我先不能释放资源 我如果释放资源 万一对方没有收到 对方过一段时间 这个包是不是又过来了 那就乱了 怎么办了呢 我在这个地方等待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呢 我等多长 你觉得等多长 就是我谎言他这个包过来的时候 我应该从我发的这个包 从我把这个包发走 到我做的这个包 请问是不是一共是最长是这些时间的 一个数据包最长是一到两分钟 那么两个数据包回来 请问是不是就是两倍的他吧 那么最终在这个位置 就等待两倍的MSL的时间 MSL翻译过来 就是一个数据包在网络上存活的最长时间 二就是两倍 那么最直接的一个体现 你在这个位置会等待差不多一到两分钟 更严格的说呢 一般就是两分钟左右 如果要是长了呢 跟这边来讲吧 就是两到五分钟 听懂了吧 一不一样的操作系统 这个地方的时间有可能会调 但是一般都会两分钟左右 那么也就一位的同学们 谁先发起的close 请问谁先发起的close 谁先发起的close 谁最后接收这个 谁最后发这个 没法吧 为了保证接下来对方能够收到数据 如果对方收不到数据 你会再给我发一份请问我在这个地方收入 我就会这个资源会在这个地方停留这么长时间呀 你说没错吧 那么也说同学们最终一个测点 我确确实实也把最后一个包给他发走了 但是我会在这个地方等待一段时间 通俗之外的讲 谁先掉close 谁的资源就会在你的电脑里面保留将近两分钟 这懂我意思了吗 在这个两分钟的期间之内 不允许重复使用 他们换个思路再去理个问题 假如说 这边是服务器会导致什么 谁先掉close 谁先就是谁 那个程序即使关了 是不是也得等到两到五分钟的时间吧 谁先掉close 谁有这个问题 请问他们 那么如果我的服务器先掉了close 是否也意味着服务器这个资源 在两分钟左右 时间实际上是并没有被释放的吧 没有释放 因为这就是你这个钻口不能再重复使用 听懂我意思啊 好了 那么来这个时候 回个头去 你再去看看这个问题 我把我的程序引起来 我接下来 我请求一个资源 走 好了 接下来我control c了 我接下来再去运行的时候 他说adjust already in use 请问意味着什么呢 单口被占用 程序已经关了 没有单口被占用 那么为什么还会告诉我单口被占用 因为我刚刚所说的那个问题 谁先掉close 谁就保留两到五分钟的这个字眼 没错了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夫妻先掉了close 是吗 你回个头去 你去看看咱们的代码 VIM01 你看看 先收客户端的数据 给客户端发 发完之后 我在没有等待客户端先掉close 我上来就close了 没问题吧 请问谁先掉close 谁怎么的 谁就等待两分钟呀 那么请问是否也说 最终出现了个结论 我程序 代资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就出现了这个很尴尬的局面了吧 这就是问题 听懂了吧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 一般都是让客户端先掉close 爱东哥 不对呀 谁先掉close 谁先关 服务器先掉了close 服务器在运行就不行 为什么客户端先close了 客户端还可以运行 服务器是不是需要绑定 是不是需要一个固定的端口 客户端绑吗 客户端是不是一般不绑 那么当操作系统再去分配资源的时候 那个资源即使再用了操作系统不飞那个端口 请问这个事就解了吧 正好前后呼应起来了 客户端一般不绑定的原因就在于 如果上一次他先关闭的那个资源就不会被释放 所以说下一次的时候 操作系统直接换一个新端口 听懂我意思了吗 服务器一般不会先关闭 这前后呼应就呼应起来了 服务器必须需要一个固定的端口 所以说他不能先关闭 只要先关闭 接下来是不是产生很尴尬的局面 这就是这个现象 难道真的是只能换端口了吗 那有人说怎么改啊 我告诉你换端口百分之百可以改 没问题吧 不就是端口的资源就再用了 那除了换端口还可以怎么改 回到客户来看着 想要让你的服务器 在这次运行的时候 即使是先掉了cloud 那么我接下来在紧接的运行 也不会出现address already used 怎么办呢 把这句话拿出去 这一句话同学 没有任何备的必要 你只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东西叫reuse address 重复使用这个地址 把这一句话拿过去 同学们直接copy 不用手动箱 手不要手动箱 一点也没有 直接拿过去 拿过去之后 vim01 咱就copy copy02201 然后02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书法 这个很尴尬 设定套接字选项 点py vim02 来什么 接下来 你只要把我刚刚给你说的那句话 拿过来 右击 粘贴 在最前面 tcp写上 你的套接字叫什么 这个套接字的名字叫什么 听懂了吧 后边的东西写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这么做之后的现象是什么 来看一下 python302 走 python302走 走起来了 我接下来 再防一遍 7890 没问题 我把服务枪 关了 我再运行 是不是没有那个问题了吧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我接下来再次用这个单课的时候 就保证了 不会再出现问题了 这就是咱们课界上写这句话的一个目的 通过这个过程 我刚刚就把咱们课界上给大家讲解的 三次握手和四次揮手就讲解完了 听懂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三次握手指的就是前面的过去过去的过下 四次揮手指的是这个 三次握手成功 四次揮手之前 这个过程就是保证了数据稳定传输的过程 听懂了吧 三次握手和四次揮手 你背你也得背过 就这么个意思 必须得背过 将来面试有可能就会问你 你了不了解TCP 了不了解HTTPP 人家一会问你 TCP是HTTPP是基于TCP的 那么TCP三次握手的四次揮手你知道吧 立马就梦了 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个是要问的 听懂了吧 这个就说到这儿 这儿是什么意思 感谢观看